可以是跟我們聊一下 就是說你昨天說的掃毒連作法的細節嗎 就是說你有什麼樣的規劃 因為你上任第一件事情你就想要掃毒嘛 對不對 也許是因為作為醫生的關係啦 比較有機會接觸到那種被毒品傷害的人 所以 也許個人觀點 我覺得這毒品實在是要先消滅掉 OK 人家說你其他都不講 為什麼先調毒品 也許是作為一個醫生的接觸到病患的觀點 我想是這樣 這種查到毒患 或說患毒的 應該是說相關企業 同一個老闆通通要查 附近的夜店通通要查 或是說這個往源頭上游追一定要查 我們常常叫依法行事 你知道 後來變成依法不行事 就是說 只有處理那個新個EVENT 單一事件 就這樣了 這樣不會有效的肅清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一旦抓到附近的夜店全部查 同一個老闆的企業通通要查 這個毒品的上游通通要追上去 通通要剿滅 法界人士說你像秦始皇 就是說掃毒要連作法 像秦始皇 哪個法界人士 有沒有名字 法務局局長 台北市的法務局長 不過我剛才那個回答應該是這樣吧 我不曉得他 反正是這樣啦 每個人都每個人講的 不過有時候要 也許說講沒有清楚 也許他沒有聽清楚 也許他想錯了 我想 剛才我就是那樣回答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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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